大家好 这里是哪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是谁 我是老徐 说来就来的假期 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小长假了 六天的假期 你看这个服务区 这个车好多 哎呦我的天呀 这一天 哎呦又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哎到了蓝塔岛的码头 现在买票 看钱的那车牌的 这这这这几点能上船呀 我的天哪 来蓝塔自驾的啊 看这牌子啊 就从那进去买船票啊 连个英文都没有 对 连个一连个英文都没有 全是泰文 你说说 怎么不走呢 哈哈哈 وب plead 犯塔 老马 小姐姐是穆斯林 戴头金 看 开队啊 天哪 这个家伙的会排款 啥时候能上岛啊? 不知道啊,死拍了 这车傻不垃圾他都不买票啊 没说人家有月票啊 对啊 这有一个蓝塔呢,这牌子该换了啊 还有个中文,属实不可面 前面就是海了 就过这个海,1.5公里 现在就是等着上船了,人挺多啊 一辆车80,80带司机 剩下三个人,每人50株,150 一共230 半斤希望了 半斤希望 漂亮,有漂亮吧 哎 脑子不好啊,开了一天了 脑子有点不打火的样子 看 看 看什么看 哎妈,终于轮到了 码头等了半小时吧 这船太小了 这船还是一个露天船 你发现了吗 太高了 我深深觉得人不用下下 这人不用下这个 下你人都没地儿站 看 这船太小了 别管海里家 你看 还没这船大呢 这个船大 这 这 哎呀,一股海栗子味 臭 这个船大 这船多好啊 我的个天啊 这要点技术啊 这个 别掉海里啊 这可影响我的拍摄技术 他让你停哪儿啊 让我停哪儿啊 让我 大叔 你让我停哪儿 停那个位置啊 他让你停那儿去 天哪 船长不小 这下船 第二个船 你往前拱 天啊 行了 行了 这是我跟泰国做过最简陋的这个白独船 走了这叫 你看这太简陋了啊 蓝茶岛 我们来了 这一天开的 咬了没咬了 真说我啊 海风一吹爽 这个船太小了 小船 所以这个船要不停的跑 我觉得这些便有 六个人 就是这样的船来回跑吧 这是回去的码头 然后回去在这边上船 这个码头很简陋 这个码头很简陋 这个码头 many times 大品 那个迷都没有 好 它们的粪力 都没有 看到了 现在 我们ー 在这里 现在通过这个跨海大桥 往南边走 这导人的路比向导好多了 起码它是平的 没有什么上坡下坡 挺好 和家伙伴爹 这大农村建议就要更不容易 这边是个清真寺 哇塞 看点海败 嗯 让我想起了白沙滩 您即将到达木地地 750米 我们的小度假村到了 我们这个是个小五颗星星的度假村 咋念 来 嗯 Ravie Spar 您即将到达木地地 还剩一分钟 240平 对 海呢 怎么进来看不见海呢 呦 还有那小电瓶车呢 这行 哎 您即将到达木地地 您已到达木地地 行了 行了 寶貝 你的任务结束了啊 小天天 任务已经光荣结束了 到这儿 为什么是光荣呢 嗯 任务结束呢 肯定是光荣结束 把车停到停车场 我们待会儿通过百度车去房间 泰国的假期啊 这个酒店生意不错 哎呀还不错啊 都是这种两层的啊 前面就是大海 还有椰子树 就是小孩不累 坐了一天车 还活蹦乱跳的呢 三个半入住的小孩 行了 办理完入住了 小车接我们 我们要坐这个小车 去房间 我们去参观 哦 去参观 记得翻译给我们 你要回答给阿姨听的 你要谢谢她 我们要坐在外面的地方 我们要坐在外面的地方 叫她的名字 和她的庄里 那里 5-6pm 我们有50%的费用 这一半 这是我们的庄里 对 是的 是的,所有房子都走到那一旁 但我会示唬这一旁 有些时候,你会看到 我们有这个房间的房间 这里是这个房间的房间 这里是每个房间的房间 这就是这个房间的房间 这就是房间的房间 然后,你会有些房间的房间 还有这个房间的房间 它已经在家 明天我们去游客 明天我们去游客 可以啊 可以啊,白天都去 可以,白天我们去游乐场 它的名字是阿尼 噓 我去那边,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这条路 这条路可以下去的 这条路可以下去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一年一米一家房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看看我们的房间 我去 两个一米五的床 还有个红毛灯 房间不小 床也不小 这是一个小青蛙 看得出来吗 小青蛙 看看卫生间 盆 马桶 淋浴间 特里都还带一个浴缸 这香黑 这玩意没用 我们家的我自己都不用 这一天 开车开了 都没拍 风卷残云 吃完了回家睡觉 得劲